接下来我们进行锦翼传输系列G7执法记录仪的一个讲解 我们先看记录仪正面上方 中间的位置为记录仪主摄像头 左上角为白光灯 底下两个为红矮灯 右上角为光线感应传感器 G7采取可更换电池的一个设计 所以电池盖可以取下 然后进行电池的一个更换 底下为电池盖的一个卡扣 我们再看一下背面 背面有2.4英寸触摸屏 可以进行交互 还有一个功能操作 然后左上角有附摄像头 可以用于视频对角 然后我们看一下机器的一些功能按键和接口 G7从右边看的话 从上往下功能键依次为PTT按键 摄录键 拍照键 重要视频标记键 PTT按键可以用于集训对角 摄录键可用于视频录制 拍照键即可进行拍照 重要视频标记键 为在摄录过程中按下重要视频标记键 可将本段视频标记为重要视频 左侧从上往下 首先为Type Seeker 可以用于数据的传输和采集 以及设备的充电 录音键可以进行录音操作 M键可以进入菜单及返回菜单的操作 接下来就是开关机键 然后我们进入记录仪预览界面 记录仪预览界面上显示包含时间日期 以及目前视频编码格式 以及可用内存 以及警员编号 以及机械序列号等信息 在预览界面下拉菜单 可以进入下拉菜单界面 里边包含WiFi 手电筒的开关 然后电量显示 蓝牙飞行模式等 接下来我们进入菜单进行查看 进入菜单 首先是回放 进入回放 我们可以回放已经录制的视频 照片 还有已经录制的音频等 点击之后 可以选择进行查看 查看完毕后即可退出 回放 还有一种可以直接进入 在未进行录制时 我们短暗中央视频标记键 保存成功 开始录像 直接可以进入最新录制的一个文件当中 无论是视频 音频 及照片 接下来我们进入功能 彩蛋 首先是视频对讲 视频对讲的使用 为在平台上创建群组之后 进入视频对讲 即可选择群组成员进行对讲 平台通知 为平台向记录仪发送的通知 新装软件 里边包含 人脸识别 车牌识别 以及 多股语言翻译 等扩展功能 用户可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 右方为集群对讲 集群对讲 也是需要在平台上进入群组之后 然后进入集群对讲 按下PTT键 即可在群组里边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然后我们进入设置 有影音设置 无线设置和系统设置 影音设置 可以设置视频 以及照片一些属性格式 比如照片大小 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照片的像素大小 录像分辨率 编码格式 画面质量 录像帧率等 拍照我们可以进行 延时拍照 定时拍照 还有连拍拍照上传的一些选择 也支持红外灯 手动 还有自动 两种方式 红外调节 可以选择标准 还有超强两种模式 然后进入无线设置 相关无线设置方面的功能 可以进入其中进行操作 可以连接蓝牙 连接WiFi 以及定位 装置的一个选择 系统设置 进入之后 我们可以连接平台 首先选择 平台协议 然后进行平台参数选择 紧情关联 无线传输 打开无线传输后 扫码配置 相关服务器 信息 即可进行无线传输 然后也可以进行 APN VPN设置 音量设置 休眠模式 操作提示 图传自动录像 屏幕亮度 等功能 对应功能 打开之后 记录仪即可 完成相关操作 一些功能 需要与平台进行联动 需用户 在使用过程中 进行联动操作 好 介绍完毕